中文字幕 李宗盛 MyRadio 獨立付費節目 毓敏射馬 主持 毓敏 尤達 錢偉樂 這一場出馬比較少 九隻馬 我的選法就是 10號的岳林天下 就可以買VinPay 配角就是9號的寬月星 8號的君月灣 和2號的紫雲星 10號,1、2、6、8 如果要買四重菜,就買了7號 這是秘望馬 對,發財先生 教主秘望 秘望馬 高達你主持 到時現場看了細色不對 可能就要選這些馬 獨立思考 思考獨立 一個時機 捲土再起 天地有蒸氣 主持 姚冠東 阿雲 Hello 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 遲了一點開檔 歡迎各位網友 和我們一起收看今集的天地有蒸氣 繼續有阿東 還有阿雲 和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為什麼會遲了開始呢 我當然不是打算說阿雲 阿雲每一次都很準時 阿雲是一個職業演員 職業演員來說 他也是相當有職業道德 每一次都很準時 因為有少少的問題 一些內幕台幕問題 剛才要和MyRadio的朋友商量一下 有些事情要談到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所以延遲開始 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適逢9月28日 今天是9月28日 2018年 但是已經到了 大家都清晰記得 9月28日 一個對於香港人來說 或者對於一部分的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相當之難忘 難忘 沒有辦法忘記的一個日子 當然就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四周年 就是今天 適逢的今天 就是28日 很多一般的泛民團體 剛才在傍晚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集會 也有一個所謂的紀念活動 就在金鐘的天美道那裡搞 據聞是一個墨站 對 墨站 四年了 這四年來 你有什麼感想呢 阿雲 感想嗎 我就覺得 所有事情 不論是自由 民主 不斷在倒退 四年線 我們走上街頭 就是想要有一個真普選 要有一個真正的民主 但是四年之後的今天 我們爭取不了 反而我們的所有核心價值 我記得不斷倒退 這個時候 我就反而覺得 盡量搜到多少 我們那些核心價值 我很記得 928那一天 我在灣仔 我母校 演藝學卷附近 即是下午的時分 對 下午的時分 沖了出馬路 那時候還沒有 都沖了 沖了 即是已經在故事局沖了 是的 我還記得 我是遇到一個師兄 在演藝道附近 再放催淚彈的時候 所有人都走進去演藝學院 那時候演藝學院有個外國團 在演戲 即是在現場表演 好像在演八十日環遊世界 好像是 所有人都湧進去演藝學院 之後 當晚就聽到 可能會開槍 其實是會開槍 基本上開了 催淚彈的槍就開了 是的 也有傳聞說 其實當時的警察 已經上了掌膠子彈 準備用武力鎮壓 決心清場 是的 這四年來 其實我不打算 在今晚的節目裡 說說我們四年以後 有多折落 為什麼會提起這件事 我就覺得 可以有幾個層面 去講一下 始終今天很難得 我們節目裡面 也是一個九二八 所以我也花了時間 去講一下這幾年 所見到的事 在一個感受上面 對我來說 這件事 第一 有幾點我想說 第一點就是 大家到底 覺得需要不需要再紀念這件事 到底需要不需要紀念九二八 或者去做一些事情 去紀念它 這件事也在網絡上 很多社運界引起很大的爭論 到底我們應不應該搞一些活動 去紀念它 或者怎樣 有一派 當然有一說 相當反對 搞來做什麼 甚至他們連紀念也覺得不需要紀念 紀念來做什麼 一場失敗的活動 是無論需要紀念的 你爭取成功了嗎 你今天是一場 沒有一個國家 沒有一個地區 是會紀念一場失敗的戰爭 你是不會紀念一場 完全沒有效果的 一場失敗的活動 我覺得 你又怎麼看 我覺得 不如不要用紀念這個字眼 每年檢討 檢討 當年做過的什麼事 我們有什麼失誤 檢討我們用這個字眼 因為其實 我覺得每年都要 就算你不紀念 你也要記一記 為什麼 因為 香港實在是一個很快的社會 四年一 可能四年前你很熱血 但是四年過後 你可能被一些東西 去習慣了你 麻木了你 如果不會連在這一天 記回這些東西 你可能會慢慢不自覺 不自覺地 將你的原則 底線 越移越後 而你也不知道 所以可能每一年 可能是9月28日 27日 我們記一記 我們不是紀念 我們不是覺得 四年前的運動 我們做得很好 很偉大 很棒 不是這樣 每年記一記 檢討一下 我覺得便足夠 亦有團體 或是很堅持的 例如大家口中的左膠組織 每年都去哭喪 是去拜山的 我覺得 估物論點 我也不會太過反對他們去拜山 但是你走出來拜山 就會被人說是臭的 我覺得你做得這件事 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做的事是應該負上責任的 無論那件事是很多人稱讚好 或者很多人談也好 你堅持去拜山的 覺得沒有人阻礙你 正如每年那些人去六四 逐個問我不會阻礙他們 也不會覺得很反感 為什麼他們會去做 我最反感的就是 有些人或者有些政團 只不過是借一個9月28日這個雨傘運動 去為自己撈取政治能量的行為 我覺得是予以重力的譴責 以及我要予以重力的吊賊 你去到一般市民出心 例如那班溝烏團 其實我覺得溝烏團到今天 還有那團人都會做很多事情 你未必認堂 但我不會覺得我會對他們很反感 你明白嗎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他們想怎樣做是自己的自由 他們怎樣的事情能否爭取得到 亦都不關於個人的事情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現在還在金鐘搞活動 這些政棍 尤其是一些政團的人士 我很不小心 剛才按了一點點來看 因為他已經登上了 現在還在說 我很好奇 因為他在做節目 我很好奇 我聽聽你說什麼 一不聽又至可 真的我覺得大家受不了幾分鐘 有一些政治人物 有一些政黨 現役有立法會議員在議會的政黨 他竟然裏面有些人 到今時今日都還在賣卡 今時今日還在吃這個雨傘的饅頭 他不是人血饅頭 他是吃的雨水饅頭 還在賣這些能量 欺騙公眾 你們在做什麼事情 到了拆出國際 四周年 你們在做什麼 首先只有100人去 我覺得香港市民是雪亮的 你以為他們不記得嗎 你以為他們在心裏面不痛嗎 你以為他們心裏面沒有記憶嗎 你真的不記得 只要賺錢嗎 當然不會 這些事情已經長埋在每一整代的香港人的心目中 2014年的雨傘運動 是長埋在很多很多很多人的心目中 不需要一整天走出來 哭哭哭哭哭哭哭 說自己哭哭你 老母一定會記得 其實大家在心裏面心裏面 怎會不記得 有什麼可能磨滅呢 79天的戰令 當時對社會的影響有多大 是很多人在心裏面 可以說是一道疤痕 是一道傷痕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疤痕 我覺得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928甚至整場的雨傘運動 是一道很深刻的血痕 很深刻的疤痕 而你問我呢 我就覺得簡直是風濕的 每逢這些事節就會痛 大家如果沒有風濕的話 我想大家上了一年多 都知道什麼叫風濕 每逢打風下雨 每逢是那些時間 就會痛一痛 我覺得 很多香港人 其實這個政治風濕 是在這裏的 那條傷痕 那條疤痕在心裏面 是深深地落人 而不是忘記 而不是 你叫他們出來做什麼事 紀念來做什麼事 都知道 屌你了 沒有屌用 你出來做什麼事 屌你了 所以只有100人 其實很多人都只有100幾十 我給你幾百 然後做什麼事 然後做什麼事 然後墨站 然後站在那裡墨站 由政黨帶領 墨什麼站 那你來做什麼事 你不墨站都還可以 你什麼都不做 有過就算了 當懷免過去 你不要墨站 墨站就是什麼事 墨站就是肆虐 向他樓上的港共政權肆虐 好了 現在四年過後 我們是一個什麼事的境環 我們是一個什麼事的社會 我們的自由進一步收窄 我們的民主普選 遙遙無期 你們這些政棍 那些所謂的泛民主派議員 以前的所謂民主代理人 現在個個歸宿 在那裡含鬧 個個屌你了 以前民生都做 現在民生都不能做 屌你了 打風都不能理你了 出來做秀就算了 所有秀都不能做 就這樣拍照 屌你放上Facebook就算了 現在我們屌你了 香港的政治言論被嚴重打壓 有政團被宣佈為三合會 非法社團 即是我們的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民主 新聞自由度 所有事情曾四年過後 不止雨傘失敗 爭取不到什麼 還要大倒退 今天 你們這些賊頭 都還在默暫 默想到什麼時候 我想問 好了 那你問我 不默暫 做什麼 衝出馬路 是呀 是呀 有些政黨領袖 我真的很想說 剛才我聽到 屌你放上那段 裡面的某些政黨的帶頭人士 某些號稱自己是激進派的政黨 號稱當年 以前的激進派 現在是無影派 屌你老母 某些政團頭面人物 你還站出來說話 還在這裡 還要說什麼 他不是說 屌你了 怎麼鞏固大家鬥志 不是屌你 屌你模亡初衝 屌你 找日再衝過 不是屌 是說這些 他還在這裡 只是不斷指責一個 抗爭的人物 不斷指責一個 已經不是立法會議員的 前立法會議員 黃毓民 還在這裡不斷拿起咪 就在這裡指責黃毓民 來取取自己的政治能量 我屌你老母 這條賊頭 這條廢賊 這條全家產 屌你老母 雨傘運動一周年的時候 哪個一周年的時候 2015年的9月28日 誰向傳媒說 我會屌你了 有所行動 去紀念這件事 我怎樣怎樣的 屌你老母 我在現場的 屌你老母 假裝禽難也敢死 屌你老母 每個人都拋出去 屌你老母 以為屌你會衝出去佔領 起碼五分鐘快閃也好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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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群人 你現在還敢出來說話 你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 有種的 是呀 沒有事可以做 你不屌你老母 如果真的 的話 衝出馬路 是拘捕的 現在香港就是這樣 告訴你香港現在的民主實況 爭取民主抗爭的實況 就一定要被拘捕和坐牢 就已經是起步 是嗎 只是起步 如果你說你是爭取民主 其實四年真的改變了很多東西 你剛剛說得很正 四年前 哪會是被拘捕和坐牢是起步 但是四年不是很長時間 到了今天已經是起步 起步點 起步點 你有什麼說錯什麼 又或者怎樣用電腦 宣揚自己的政治訊息 已經可能是被拘捕或者要坐牢 大家都知道自從佔領運動之後 警方有恥無恐 香港警察有恥無恐 如何拘捕你生罪肉也可以 如何拘捕罪名給你也可以 然後再加上法院的啪啪聲配合 你就不加產 你一定是死的 不坐牢都服務令 不服務令都屌你了 總之一身毅 搞你很久 你知道有法案也會搞你一身毅 是不是 現在我們的政治實況是這樣 這些傭人還在吃928的雨傘運動 還有群眾的饅頭 汗水饅頭 雨水饅頭 就是 928的雨傘運動 絕對不會是佔領中環 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 麻煩你老母 不要搞錯 你老廢 發起人大耀廷 還未審完 還未上法院 所謂佔中三子都還未上法院 我不想怪他們太多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老人家 尤其是朱瑤明牧師 朱瑤明牧師剛剛在醫院 身體有事 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 而整個運動的主體 整件雨傘運動的主體 從來就不是那些政棍 從來不是政黨 是參與的人群 是參與幾十萬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一代 他才是整個雨傘運動的主體 不管是黃之鋒 不管是雙學三子 不管是這些人 不管是這些頭目 整場雨傘運動的主體 主體中的主體 是香港人 每一個參與的香港人 我想說 到今天都還未搞清楚 很多香港人 還以為是雙學三子 還以為是黃之鋒 還以為是羅冠聰 還以為是他們 是沒錯 他們是行頭 他們要做演講 但問題是 整場運動不是他們的主體 主體不是泛民主派的政黨 從來不是 以前不是 現在不是 將來都永遠都不會是 關你政黨什麼事 關你屌你老母 那些泛民政黨什麼事 其實我真的覺得 那些泛民政黨 這些政棍 其實就真的好像愛事頭 愛事頭近幾年 每年在臨近佔中 都會搞很多事情 當然他們當然是誣蔑佔中 就在那裡撈自己的本錢 我真的覺得泛民主派 有時候跟愛事頭幾年相差 有時候 你老母在今時今日 你那些混蛋 還在金鐘那裡 動了那些 你老母的政黨 所謂的激進派 以前的激進派 以前也不知道是否 以前也是 以前也是 所謂的 那些激進派 現在還敢死 在金鐘演講 還在說 黃竹敏敢不敢打什麼 黃竹敏敢不敢打什麼 我反問你 你敢不敢走出馬路 你馬路也不敢走出去 已經不要說香港獨立了 已經不要說你支持什麼政權 現在我們香港有黨禁的時期 現在香港的言論自由都慢慢收縮了 快燒到我們網台那一疊 不怕告訴大家 真的不怕告訴大家 快的了 這一兩年的事 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你們這些賊頭 還敢去那裡 我真的覺得很新奇 還敢敢 我也不敢去 我也不敢去 有時不想面對那條疤痕 對於我來說 我看到這四年 到底是否應該紀念 我覺得不需要特別去爭論 其實沒有爭論的空間 也很無謂 雖然我提出來 大家討論一下 但是我覺得很無謂 紀念不紀念 大家拿個心出來 今晚默默地走尼敦道 同樣是默默 做不得糟糕 或者記住 還好 你自己一個人默默 你自己靜靜地走 為什麼我批評默默 就是你一群人默默 即是告訴人 你現在是示弱 連說話都不敢敢說 不是不敢想說 是不敢敢說 什麼都不敢敢做 只是屌你 一根根根木的站在那裡 這些就軟弱 中共看到你這樣 就屌你 不要欺負你 香港人真的很欺負你 別人欺負你 不只是怪別人 你也要怪自己的救賊 別人才欺負你 是 有時候香港人真的很弱 真的覺得 你這樣想還說默默 你不如集體過馬路 就更好 例如我舉例 就是你紀念928 我就集體就這樣走 我告示打道 過馬路不犯法 1500 不小心不遵守交通規則 1500 沒有政治意識動態 集體不要穿過公衣 不要穿黑色T恤 不要穿過政黨T恤 就這樣走出馬路 過馬路 對不起 我不知道 我突然間心神仿佛 是不是 那又更有意義 你還想說一些沒有意義的事 發表無聊 還說什麼 還會有人信 還會有些賤頭 你媽媽 還要喊叫好 我真的笑死 我真的笑死 如果這個政黨頭目 我一直在說這個政黨頭目 如果你真的這麼恨要選舉 這麼恨要做議員 2020年想選立法會也好 2019年衝擊這個開議會也好 你不要說那麼多 做多一點事情 給公眾看看你是夠膽抗命的 你是有骨氣的 你有膽識的 他到今天都沒有任何差處 是嗎 關於這個雨傘 這條漆頭 你不要說了四年 說了到玉米 玉米現在都不是立法會議員 你還在說他的卡 還在說他的事 我替你悲哀和可憐年 我其實不是太憤怒 我替你可憐 這條可憐蟲 你失業了四年 失業了六年 差不多不是四年 祖祖烏說得對 佛系抗爭也是差不多的 這些都是佛系抗爭 你看到整個公民社會 今時今日 四年之後的雨傘 已經是以言瓦解了 整個反對派力量 公民社會 無論在立法議會的內 議會的外 其實已經是完全崩潰了 完全是化解了 融化了 沒有了這個力量 現在你可以怎樣做 原來就是脈詐 所以 其實 最好 928 最好讓大家做什麼 最好讓大家 好好反思一下 誠誠誠誠 你到底處身在一個怎樣的香港 我們的民主 我們的自由 到底是受到什麼程度的打壓 到今時今日 到2018年的今日 到底我們是一個處身 一個什麼的罪 沒有更差 只有更差的社會現狀 還有當我們反省的時候 我們又開始在想 時局是不斷不斷的差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又或者 不只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而是我們不會做些什麼 譬如我自己這樣 我一定不會自我審查 一定不會自我審查 我寫那些戲 又或者是那些演出 我一定不會自我審查 我進去學校 教學生戲劇 我都一定不會自我審查 有些什麼 你們可以想 我們是可以 不要說做些什麼 或者是繼續堅守著些什麼 所以就好像我這樣 我這四年 到今天又到928 做什麼 都現在就是坐在這裡 跟大家做節目 說真的 我開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已經說過 我不想做時事節目很久 我真的不想再看時事 對我百害而無一利 很辛苦 做這種節目 或者做這種工作 對我來說是百害而無一利 對我來說是近乎沒有利益 所以大家的課金支持 都是叫做杯水車身 支持一下 對我來說那些錢 其實不是很重要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還希望大家保留著某一份希望 所以才去做 正如我禎哥所說 是否終有一天 黑暗暗的人份會回來 我都不知道 我不是負責帶頭的 你不要叫我走出來帶頭 那些人說 阿冬你了 不要帶頭 你說什麼說 很厲害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不帶隊 你帶隊我一定會跟 反過來說不行 你帶隊我跟 你不要 我不是做帶隊 我不是說 我要走出來帶隊 我沒有什麼政治野心 我唯有可以做些什麼 我不是在一些網台的時事節目 繼續 希望可以幫大家出氣 評論時事 等到知道 其實雖然監察政府的眼睛 已經合上一絲 還有一些像我一樣 還在暗暗暗的燃燒自己 希望可以給予一些希望 網友也好 有些追求民主的人也好 也不只是在香港 我想全世界 華人社會也好 希望可以大家 記住 什麼叫做無忘初衷 記住大家雨傘的初衷是什麼 風雨中抱緊自由 每個人的崗位都不同 譬如我們兩個 一定不會是帶頭的人 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緊守自己的崗位 評論一下 和大家出氣 又或者 繼續 看看這個社會 是怎樣 告訴大家 我們就是這樣 某些事情 說 因為泛民 不肯承認現今的政治現實 他們從來都沒有面對過 我告訴你 整個泛民光譜 尤其是立法會議員 他們從來都沒有 從來都沒有面對過 這四年他們沒有面對過雨傘 沒有面對過自己的過失 沒有面對過自己 為何遠離群眾 是不是 覺得不重要 不要緊 我到參選過 又是選我的 是不是 2016年選舉 民主黨又拿回議席 是不是 有什麼所謂 原來有沒有運動 市民認不認同 也不重要 做不做到事情也不重要 因為不會影響他那頓飯 是不是 這件事就是現在所謂的民主就是沒有前途 我很簡單說一件事 四年了 屌你媽媽 我要真普選 到今天還有沒有人再提出過 政改什麼時候可以重提 有什麼時候有人說過 23條重提 我就聽過建制派日說夜說 一有什麼事 風吹草動就借勢出來說 民族黨事件 那些建制那些譚為豬 那些豬 那些臭蟹 那些又跑出來 又是時候搞23條 譚耀宗的那樣子 你們又說是時候23條 人家就不斷 四年不斷說23條 23條 你老米 我們所謂的泛民 支持民主支持者 不斷說普選也不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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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可以隨時DQ你的議席 搞一個有篩選的立法會選舉 有篩選的立法會選舉 2016年那屆都已經有篩選 現在隨時可以經法院DQ你的 現在還要你新明政治立場 加上釋法 這麼多種 是在我們的民主 不斷限制我們的民主 不斷限制我們的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在我這樣想的社會 你這幫所謂的泛民 有沒有寸進 當然是 沒有 他們都沒有想過 什麼政治現實 都沒有看過現實 根本是脫離了群眾 是嗎 是嗎 即是離了趙 我本來真的不想說 這麼久 都是說這麼久 TVB的慣性壽事 今個星期也有些事情很開心 就是黃毓民上訴成功 黃毓民扔杯案就上訴成功 上訴到連梁振英都吹不去獎 吹一聲 吹到吹一聲 希望法院的判決不會鼓勵 你很小學雞 黃振英很小學雞 而黃毓民這案子 不只是覺得上訴成功是一件什麼事 這裏有兩點 我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說說